1月是柬埔寨的旱季,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季节,不过这时气温仍然高达30多吨。 我们来到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寻访一位台湾江湖道场的风云人物。 陈奇里被尊称为台湾黑道的教父,60年代,年仅17岁的他统一了竹联邦,成为总堂主。 在以后的几年间,他把竹联邦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帮派组织,把触角伸入到台湾几乎所有领域,甚至在全球各地都有实力。 竹联邦涉及很多台湾的大岸要岸,政府指幕后主导是陈奇里。 80年代,他制造的江南命案,更是震惊世界。 现实,他仍为台湾政府以竹联邦精神领袖的罪名攻击。 我们拜访了在金边的一位台湾商人,钱先生。 早在60年代竹联邦刚刚起步时,他就是陈奇里身边最为亲密的一位朋友。 我要讲直接一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如果说,比如说发生打架了,干什么,他,我对他的印象啊,很有种。 跑这个字对他来讲是没有的,很有种,非常有种,体力又好,身体又好。 普通,有种的意思就是勇敢,是非常勇敢的,不怕,绝不退缩的。 现在怎么样描述他跟竹联的这个关系? 这我不会描述,我讲不出了,讲不出了,我只知道他现在就是等于处于退休状态了,就是在随性的过自己很愉快的生活,然后这个最主要是养病,养身体。 他并没有过问过问什么江湖事,但是呢,会来看他的都是基于自己从内心发出来的尊敬,来想他,来看他,跟他续救,就是这样,很单纯。 通过朋友介绍,我们联系到了陈奇里的私人助手,经过一番细致的解释,我们后来得到答复说,陈奇里同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第一次进入这所神秘的宅院,院内严密的保安,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奇里在一片树丛后出现,显得轻松随意。 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起来的? 就我来,来的人,我来,我是96年来嘛。 96年来的时候,就是96年就买。 对,因为这本来是两栋,两栋别墅,这边这个就把它拆掉,做游泳池。 那这个是台湾来的番石流。 这一颗啊,很香,又甜。 我当初的时候就是,吃得很好,我就拿纸种,然后,哇,长得很好。 你看这个,多很漂亮啊。 它这个造型,它就这样,斜的,就有一种美。 陈奇里是1996年来到柬埔寨的。 当时台湾政府展开扫黑行动,通缉包括陈奇里在内的十大要饭。 陈奇里在政府动手的前夕,及时出走。 先是到了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后来就移居到柬埔寨这个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如果您现在回台湾的话,政府会不会逮捕你? 那它是一定要啊,它不逮捕你如何作修。 到这里一年多后, 然后台湾政府突然发了一个什么,精神领袖。 它是用,它是用传喊, 我,就等于说,我,啊, 我认为你是精神领袖,我传喊你。 把一个那个约谈书送到我家, 可是它明明知道我人离开台湾已经超过两年了。 它也知道我在警察。 这是一个作秀意味很浓的。 那它就故意传到你家,也知道你不会来。 它就接着你不来。 那然后它就对新闻界发布通缉。 它也有本杂志叫《时报周刊》。 它的销路在杂志里面是最好。 所以它的封面的标题, 因为他们就去采访,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 要用这个来通缉陈其林? 因为你如果要通缉我, 你一定要有正平实据啊。 但那领袖就是领袖嘛。 你为什么要加精神? 精神就表示说, 这虚无缥缈。 那政府就回答他, 这不是通缉, 这是放逐, 放逐25年。 所以他的标题, 《时报周刊》的标题就写, 就是加一个惊叹号啦, 哇, 加一个惊叹号, 这不是通缉, 是放逐, 放逐25年。 这是当时的清晰。 金编华人圈中关于陈其里的说法, 很多都相互矛盾。 有传闻说, 他曾经在这里走私军火, 但也有人说, 他完全脱离了黑帮, 现在跟柬埔寨的台商一起合作, 投资一些正当的生意。 不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1999年, 他在接受台湾电视台采访时, 公开展示了一批枪械。 随后, 他被柬埔寨当局逮捕, 并被控以私藏枪之罪, 而入狱一年多。 在陈其里一生的经历中, 这是他第三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 是34年前。 1970年7月, 外号赌博郎中的独联邦成员陈仁, 聚传私通大量钱财, 请求检方保护。 独联邦决定承起成员判邦警员, 结果, 陈仁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之下, 在西门丁闹市区被砍伏, 事件轰动全岛。 凶手当入狱被捕后, 只称是陈其里下的命名。 陈其里从后被捕, 在绿岛监狱, 服刑五年半。 其实, 他在杀之前, 他有打电话到我家。 打电话到我家的时候, 我家里面就有人跟他说, 动, 去动啊, 他就说, 我看到他有三个刑警, 三个刑警在保护他, 因为他那时候警就保护, 那接着他到我家, 我家里人跟他说, 动, 他就把他杀了。 杀了, 那时候就很轰动啊, 因为他请求警方保护, 三个刑警在旁边被杀了。 然后报纸就登了, 不得了, 就说什么, 说我跟警方挑战。 那个时候就搞到不得了, 其实那天我不在家。 那家里面说动那个是谁说的吗? 吴敦啊, 因为那个时候他读正宫干校, 礼拜天他犯假, 他跑到我家里看我, 结果我不在家, 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叫王培蕾, 头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聊天等你, 后来张罗宏打电话来, 就是这个小弟, 这个小弟跟打电话来, 他跟吴敦还比较熟一点, 打来, 就是王培蕾接了电话, 跟吴敦不知道谁接了电话, 大概就一接, 然后他一讲说, 那他们就说动, 接着好像不知道是另外一个抓起电话, 我说动, 两个人都说动, 所以, 那个张罗宏他当然以为说自我, 其实我不在, 就, 这是隔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才知道, 陈其里的教父形象, 在我们面前慢慢好远从一个真实的人物, 我们感觉自己正在逐渐接近某个谜语的核心, 关于竹联邦, 关于江南岸, 也关于陈其里本人, 1984年发生的江南岸, 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彼, 江南人名叫刘毅良, 关于他的被杀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他本身是台湾情报系统的特工, 后来被发现, 他还是大陆和美国FBI的间谍, 另一种说法是, 因为他写作的《蒋经国传》, 丑化了国家原生, 因此台湾国防部情报局, 委托竹联邦对他进行制裁, 1984年10月15日, 陈其里带领竹联邦成员鬼剑仇吴敦, 和小董董贵森, 在美国江南自家的车库中, 枪杀了江南。 在一般人看来, 陈其里的名字, 是与江南案密不可分的, 事件已经过去差不多20年, 作为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 陈其里谈起那段往事, 并不避讳。 情报局长, 为什么会找到你们呢? 他是说他们前面有过三次, 去, 就是到这个刘一良那边, 因为那边, 他很困难, 他说前面拍过三次, 都没有成功, 后来给我的资料, 也确实是, 就是说, 连那个刘一良他每天走两条路线, 他有的是这条路线, 都亲自出。 以陈其里当时极高的江湖地位, 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 但是强烈的使命感, 还有为了避免滥杀他人, 最后促成了陈其里, 决定自己带人去执行暗杀任务。 您当时对蒋经国先生, 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忠的感觉?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是为蒋经国, 我们更没有去想到说, 去想说我这个事为谁做, 没有那么想。 枪杀刘一良那天, 那天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正好是在这个最后一架, 他社区很大, 他是在最后一架, 而且他这个后面是一个悬崖, 底下就是太平洋。 那我是后来, 因为没办法侦查, 所以后来我就从社区外面找, 后来找到, 因为发现这边是一个悬崖, 那我就从这个悬崖一路过去过去过, 就爬爬, 一直从悬崖爬, 看到正好有一个洞, 从那个洞看他家一清二楚, 然后后来就在, 我们就每天在那个洞这样看, 就观察, 天天观察他的生活作息, 然后他只有, 一天里面, 他跟他太太形影影不离了, 一天里面只有, 早上因为那个天气冷, 必须到那个车库里面去热车, 结果那个时间, 他跟他太太下去, 然后他太太就上来, 就准备小孩子的, 然后他们要去送, 带着小孩, 送小孩上学, 所以这个当中只有那, 大概半小时, 或二三十分钟, 留一两次在那个车库里, 是您亲自动的时候还是呢? 没有, 吴敦跟董卫生, 因为吴敦跟董卫生, 就是因为我们这样侦查十二天, 那吴敦跟董卫生就他们两个去, 那我只是去侦查这些, 然后因为我必须一定要确定只有留一两, 一个人, 所以我侦查完,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 他一个人, 就这样。 我看到报道有说开了两枪, 有的时候开了三枪, 没有, 是吴敦, 他是一枪, 一枪他就毕命, 那董卫生是, 他是吴敦一枪是从这里进去就毕命, 然后董卫生上去对肚子就补两枪, 就这样。 情报局会不会出那个费? 他事后有给我, 我是不要的, 我也, 我也有跟他讲, 我说我又不是杀人选手, 我拿你, 又不是职业凶手, 我拿你钱干什么。 他们要给您多少钱? 他们给我是不要, 他们包起来, 我不要,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但他们有给吴敦跟董卫生。 他们收下来吗? 他们两个都不要, 他们给他们两个好像是一人两万块吧。 两万美金? 他们两个都不要。 江南案发生后, 情报局与竹联邦的关系被曝光, 情报局局长汪西林被逮捕, 台湾政府同时展开一清专案行动, 抓捕了三千多名竹联邦成员, 陈其里被判处中身监禁, 后来减刑到六年半, 至今江南案幕后的主脑究竟是谁, 一直也没有真正的答案。 那这个事情是就是汪西林本人的意图, 还是您觉得汪西林背后还有人? 那当然, 他不可能自己, 汪西林他是, 你接触他你就知道他是很优秀的, 而且他的为人也很好, 还有啦, 他非常的重, 他对蒋家的忠诚, 那个是不用去怀疑, 所以说他背后的人是谁就问他啦, 他也一定带进棺材里面的。 塔子山是神话故事中金边这座城市的由来, 也是金边市的象征, 山上树木郁郁葱葱, 一条条小路纵横交错。 回想着段改变自己人生的往事, 陈棋里的内心似乎也充满矛盾。 千南我在里面, 关在里面的时候, 讲良心话, 有些人替我教怨, 抱怨, 我绝对一点都不冤枉, 因为啊, 取人的性命, 这个是一件非常, 最大二级的事。 所以说我觉得说, 在当时最早前面, 我就是, 讲得很清楚的, 来扛这个事情, 他们也跟我说, 那扛了这个事情, 我此行我也很坦然的接受到,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事情, 把我打枪挡就要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许多当地人一样, 陈棋里的金边的郊区, 也有一个很大的果园, 那里也是他经常与朋友聚会的地方。 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和清闲的田园生活, 似乎都很难与传说中那些刀光剑影的故事联系起来。 他们一路是风港, 我今天早上有跟他说, 让他们早一点回来, 早一点再到这边来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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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过, 我们仍然想一探究竟的是, 陈棋里和他曾经统领下的竹联邦, 究竟是怎样的渊源关系。 1949年, 六岁的陈棋里随父母从大陆去了台湾, 父亲是一位法官, 陈棋里从小就在严格的管教下成长。 但是, 台湾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生存环境, 和陈棋里刚烈的个性, 使得他很早就选择了江湖道路。 我们那个年龄, 还有小我十岁的成长背景, 进入祖联的跟后来的完全不同, 这是因为背景。 我如果讲的简单一点, 我小学一连级, 那我爸爸送我到小学去读, 那我也是很高兴啊, 去小学读。 可是我去读完下课玩, 我就知道啊, 因为全班连我一共三个外申。 那另外两个, 就常常被打, 不敢反抗。 那我的个性, 我就像我前面所说, 我的个性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 所以下完课班上有一些人来打我, 就大脑出手。 然后回来到后面演变就是, 每天下完课全班来打我, 每天打, 下完课就打。 到后来演变的就是, 整个联级的学生通通都, 一下完课在那个, 就是教室外面的走廊, 整个联级都来打。 我觉得一直奋战啊。 那个下课零声, 那个零声根本对我来说, 就是拳击台上, 雷台上面的那个零声。 每一堂下完课, 就是一场拳击赛。 讲很简单, 那我从小这样打上来, 我说实在今天太丰富了, 也不是说我们那个左邻右舍的那些小孩, 两三个有办法。 但是我是一个个性, 我从不会去招惹别人, 我也不会欺负任何人, 但我就是不愿意人家欺负, 我个人就是这样。 据传说, 陈其里为人仗义, 勇猛顽强, 很有领袖风范, 因而受到黑白两道的敬重。 当时他一句话, 可以平息一场黑道纷争, 而警方也对他敬畏三分, 并经常有求于他。 所以有种说法, 说他既是竹联邦的教父, 也是整个台湾的教父。 台北的近郊, 有一个中永恒, 那里也是一个郊区的, 也不多人口, 现在当然很多, 那只是那边一个小小的帮派, 那你当然要把那整个那些地区的全部都统一起来, 然后再进入台北, 再进到全台湾。 那个时候是最凶悍的时代, 几乎, 就是说如果以武力来说的话, 没有办法, 对我们都是没有办法, 以武力来说是最凶案的时代。 到江南案之前是力量最大。 力量有多大呢? 那个时候也团结嘛, 然后等于说整个力量当然比二十七岁的时候以前大很多, 那再加上就是说跟全台湾每个角头全部都很好, 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等于说在那个时候力量最大, 他整个全台湾都同嘛, 因你全部都好。 几十年来, 台湾政府虽然不断开展扫黑行动, 但是陈基里总是有相应的方法来应对, 结果竹联邦的势力反而越来越大。 据陈基里估计, 竹联邦的成员累计至少有十多万人, 号称天下第一棒。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是尽量要选精兵制度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打天下啊, 打天天下的时候我们要跟所有的去拼斗, 所以我们就采用比较精兵制度, 而且大家彼此在一起都是不停的这个拼杀上来, 我们彼此的默契非常好。 直到后面的时候, 因为政府当然一直拿我们做对象, 所以我就发现, 这种精兵制度, 或这种比较严格的组织, 组织如果说你比较精简, 或者是你的组织非常比较严密, 其实很容易破获非常容易。 那岛那么小, 如果你用一种严密的组织, 彼此都很清楚, 精兵制度, 他一破获就全部破获, 他马上知道是哪些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织应该松散, 在台湾的特殊环境之下, 应该是松散, 就像那个被吃的昆蟲一样, 你要一次就很多, 一次很多, 你要一次繁衍, 这样子, 他根本没有要扑灭你,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现在的那个黄绍金, 那他因为后来带人也带了很有经验, 然后就是说要把细胞分裂, 那我们当然很有默契, 一讲细胞分裂, 播种, 最后来就这样, 然后给他松散, 因为松散的时候, 甲军两院外, 他一个堂很大, 我们台湾通常一个角头, 最大,台湾最大的角头, 大概才一两百人, 一般的角头都是, 有的说二三十个人, 有的说四五十个人, 最多是这样的, 可是竹联的一个堂, 都会到几千人。 对于现在外界, 仍然把他看作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 陈其里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说, 其实从三十二岁那年起, 他就已经离开竹联帮, 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陈其里身边的朋友, 也大多附和他的这种说法。 陈董现在还是不是台湾教法? 现在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台湾那边事情他从来不管的, 老板以前是台湾教法, 虽然是没有人这么在称呼他,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他就是, 在台湾上, 就是有这个分量嘛, 是不是。 人家说他以前多, 这些黑道什么小熊什么, 在这里根本闻不出来的, 你感觉不出来的, 但是你, 你也知道, 从他的台湾图什么, 有那种一代宗室那种风范,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他这个人坐在整个蓝蹄脸, 或许他佛写的书还看多了, 还是怎么样, 心啊整个都变了, 心都变了, 变得很慈善。 今天, 陈奇里接受几个台商朋友的邀请, 去市郊的洞里萨河游玩, 在坚布寨的生活,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陈奇里, 也要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危机, 五年前他因为枪支事件, 被坚布寨当局关押一年多, 在狱里的时候, 他还中了风。 我在里面的时候, 接到我爸爸生病, 因为我八一八十七岁, 那个时候八十, 那是八十七, 差不多八十六、八十七, 这种年龄生病的时候, 我也知道意味着什么, 所以就, 晚上睡觉啊, 就想到爸爸从小, 带着我的各种情形, 没办法睡, 几天以后我就可以, 想说, 哇, 如果再想的话, 我一定会中风, 才讲完, 两天就中风, 上床出航, 快乐出航, 对不起, 我们没有拿椅子过来, 来, 来, OK, 这家就这样,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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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起来啦, 没有拿椅子, 太阳还不大, 他们还记得起, 现在, 忘掉了, 不现在这样, 不舒服啊, 嗯, 而且这种开阳赛的也舒服, 对, 但是在宋里大河的中间, 一个岛, 大岛, 这个岛, 我那时候应该来开发这里吧, 哦, 但这里没有象律, 因为时间, 它不会停点, 所以你们任何事都会有什么过程,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 如果你碰不到人生的这一种问题, 你不需要去卫星上去, 你只要了解, 任何事都会有什么过程, 你就会勇敢地面对, 是, 因为它会有什么过程, 如果要不要再带的话, 你只要了解, 你只要了解任何事都会有什么过程, 你就会勇敢地面对, 因为它会有什么过程, 天灾人祸, 在柬埔寨似乎一直就没有尖断过, 来柬埔寨七年, 陈其里经常牵头举办一些赈灾活动, 农历春节快到了, 他又组织了几家台商以及台湾医院, 到金边市郊的一个县, 振绩当地平民, 你们这边的不把药啊, 这种的, 我们药在那边拿下来, 放到你们的布条拿起来, 放到你们自己可以就位, 好不好, 超过九点就要台湾, 陈其里告诉我们, 这次赈灾一共安排为三百户人家提供粮食和衣服, 为四百户人家提供议证, 他并且还邀请了柬埔寨总理办公室的主任, 以及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来参加活动, 并且还邀请了柬埔寨总理 member公室的主任 若果然不斷,不斷促习,不斷促习 不斷促习,不斷促习 不斷促习 这里打三十年内战 再加上说雨季的时候 它的受灾骨面积很大 受灾骨多 汗鸡的时候也有很多地方,无法更做 所以说米吃的东西就比较重要 这种活动会不会促进您跟柬埔寨政府的关系呢? 这个很难说 这个是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在 就是说它的墓地也没有在吃饭 过年了,今天也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大年三十下午 许多华人甚至是当地人都到街边的小店购买棉货 我们再次来到城西里的住宅 见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 陈奇里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的儒家教育影响至深 去年,父亲在台湾过世 而他因为有通缉在身 只能在柬埔寨摇拜父亲 祝亲去世前没能见上一面 成为他最大的遗憾 除夕之夜 台湾没有亲人过来 陈奇里把自己的助手打发回了台湾过年 一位朋友于是组织了金边的一些台商到陈家来吃年夜饭 bles哉 年轻水 游客远 生日健康 游客迷走 远羞 游客迷膜 另一会儿 游客迷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除夕之夜有没有说要想念台湾的亲人 对我来说过年或十几年总都没有在家里过过 我应该是快二十年没在家里过过 我从来没过过的 我一生很少过的 我也对过年没什么觉得特别的 已经习惯了 对啊 我关了十几年 什么时候有过过年 那这一次来这也七年多 所以过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在金边漆黑的苍穹墙 陈奇里已经度过了七年 对于他来说 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只是他的一个临时避风港而已 我们不知道他在这里还要待上多久 也许当所有的纷争渐渐平息的时候 他就能够回到他的故乡 台湾 明镜需要散用程序 拜托 prerevasive 在公司 中文字幕——YK